有話直說一分鐘,律政司早前入稟高院申請禁播獨歌, 為高院延至7月28日作出他批禁播令的裁決,令公眾感到惡言。 中官法庭發出的判案書摘要,自自居居似乎都有法可依,有利可循, 但又自自居居充斥著一種不問世事的冷漠以及對香港局勢的抽離。 這份被法庭斷言拒發的禁播令,已經成為反中亂港者的免死金牌。 試問,如果法庭的意志與特區政府背道而馳, 那麼一味歌頌司法獨立擁有什麼意義呢? 如果法官在審視案例時眼中只有冰冷的法例, 而沒有社會穩定、凝聚民心一些現實需要, 那麼基本法所賦予香港法官的神聖權力又何以為計? 特區政府應該三管齊下挽回拒批禁播令所造成的負面效應。 第一,律政司應該盡快上訴。 第二,政府應該考慮採取行政手段或經由立法機構完成對獨歌的壓制。 第三,香港司法系統應該盡快對高院拒批禁播令一時作出檢討, 並探討應該如何提高法官的國安意識, 以及保持與政府立場的一致性。 社會風波期間,因為法庭曾經多次以人權、言論自由等等理由輕判暴徒, 而一度引發社會對司法改革的探討。 隨著風波平息,這些聲音也逐漸消失。 如今是時候救市重提,重新探討這個議題。 如果大家對話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